这个早期Eclipse的画面 顶多我们是多一个男生女生 这是做界面 不过比较下来的话 这个拉画面的程度其实还比较复杂 而且这要非常严谨 里面的话程式 这个是它里面的程式 会比较多 不过逻辑上基本上差不多 可是如果说你要把那个画面给带过去的话 基本上会牵涉到几个问题 就跨页的部分 所以在把资料丢到另外一页面的话 需要有一个Intense 这边有一个Intense 还要需要一个Bundle 其实复杂度比起来的话 其实会复杂许多 程式也会复杂许多 这完整的程式 要做非常多 而且它还不是只有这样 它里面还需要做什么 还设定什么Manifest里面 还要再加进来 光把这些做完才能看到画面 那难度相对的 会比我们刚刚这一题 来的多很多 那只是说呢 你们未来可以多加一些东西 包含就是说 什么 就是男女性别 那至于性别 男女有什么 里面当然你可以查一下网路上面 BMI男生跟女生的计算公式 稍有不同 那请各位这个部分自己再加一下 我们只是先把那个 整个比较重要的部分 先跟各位做说明 那接下来当然呢 我们做好了这个画面 并且可以有拉杆 按送出之后 那我们可以怎样 跳页 但是会比刚刚那个登录画面 多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呢 就是顺便把结果算出来 放在另外一个页面 另外一个页面 就是放在这个页面里面 那这个页面里面 我多一个东西 叫什么Optor 就是这个东西 在这个页面里面 我会多一个DIV 那ID叫Optor 这个前面我们都有做过 那什么时候放进来呢 其实就是当你算完之后 直接放过来 那直接放过来 切过去的时候 其实同时就看到了 那感觉好像是我们把资料丢过去 是不是不是啦 是因为它其实本来就是同 本来就是同一个页面 只是我们上下移动而已啦 所以它永远一直都在 那这种做法 比起那个Android Studio 来的简单太多了 Android Studio是 什么切还要用Intent 然后带资料还要再丢给Bundle Bundle再把这个页面 丢到下一个页面去 才可以看到 那它写出来的东西 光你们要学的东西 至少是这种里面的分量 大概超过5到10倍以上吧 一题的讲解时间 也是这一题大概至少5到10倍 光讲一题 可能就要讲个两节课 才有办法讲完 所以相对的会难上许多啦 但是你说 这个各有优缺点 所以你们至少知道一下 就是有这种差异点 那我们来看一下 接下来如何切换过去之后 它会自动帮我把它带过去 首先的话呢 程式我想也不复杂啦 所以我们直接来看一下 第一个当然我要先让使用者输入什么东西 用Range 输入完之后呢 有两个资料 当我按下送出的时候呢 它可以去帮我 怎么样的取得 所以第一个啦 这个区块我想应该也不陌生啦 反正就是把B01 Buy的一个Click4线 去转换到BMI嘛 这个一个方法 这个我想已经写到快要烂掉了 已经差不多了 而且我写来写去都写一样的方法啦 尽量但是少部分 也许会有不同的写法 像刚刚同学有问到说那个 这个里面喔 我这边用单引号 可是后面我有些地方用双引号 后来因为我本来是写单引号 但是后来发现双引号也可以 所以这边的话同学很细心喔 比较过 发现怎么单引号也可以 对没有错 它两个方法都可以 但是你要前 如果双引号就两个都双引号 你不能一个单一个双 那不行啦 没有这回事 就是一定要 两个都单两个都双 好那我们第一个先 把它Buy的这个 然后呢再去取得什么 取得这两个值 取得这两个值 当然我做了一些事情 就是第一个 怎么取得啦 这个前面先丢告 H这个变数 丢过去之后呢 因为我们输入的是 这个公分 但是它将来需要的是公尺 因为BMI里面的身高 它是用公尺来计算 所以怎么办呢 那我们把它转成公尺 啊怎么转成公尺 基本上喔 我先把它转换成整数 所以前面有用pass in pass in就是把 填上的身高 不过如果它本身就已经是 整数的话没差 除以100 就是本来这个地方 其实是转换成什么 转换成米啦 就是说把它转成公尺 再来的话呢 一样取得那个 就是我们的体重 所以这边的话是转 这个先把这值先丢过来 然后转成公尺 这个也丢过来 然后呢也是一样 把它转成整数 再来的话取得BMI BMI的话实际上就是将计算的结果 因为我希望看到是整数的话 所以外面也包个整 当然如果你将来要小数点的话 你就不需要pass in 把它用体重处以身高的平方 那它的身高平方我刚刚讲过 你可以用mass.pow 刮糊 把这个height放进来也可以 现在用两个相乘也是平方 最后呢直接怎么样 把这个结果利用HTML BMI值 加上什么 BMI把它先丢到哪里 丢到这个地方 我有一个output的DIV 先把它丢进来 可是丢进来 当然呢 如果你没有切页的话 还是看不到 所以我们后面配合一个什么呢 一样 就是change page 到哪里呢 这个page我名称叫reround 所以我把它切过来之后的话 就可以看到BMI 就完成了这个程式 其实程式真的很简单 没有很多东西 但是容易有一些细节上 反正你只要 我发现同学 大部分其实 前面的东西我做熟了 后面应该没问题 但是怕说前面的 像什么一些细节 像JQuery的函事库没有引用 或者是page的结构 少一个DIV 刚我刚刚特别强调 其实说真的 没有 没有很复杂 但是千万注意 如果你少一个DIV 它就是不行 多一个少一个就是不行 一定要是一对的 一对的结构是完整的 但是你少一个 或者多一个 就是会出乱 就像说你上面有一个 下面要一个 你下面不能有两个 有两个 另外一个就是小三了 小三的话呢 整个家里就是一团乱了 是不是 所以 然后我们再做 大部分我们班上 就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你可以类比 怎么样知道 像我的习惯 会用什么方法 反正这边选一下 选一下这个是head 或者选一下这边 这个是整个 你会发现 如果它是对的 你把它点旁边 点旁边这个page 它就告诉你 你的page的DIV头在这里 尾巴在这里 那如果你点head head的头在这里 尾巴在这里 content呢 content比较不好点 点里面这边 点下去呢 不过我这边是用man 反正基本上呢 都会是一个完整的结构 一个page 有没有 然后里面的话 一定会有个head 底下的话呢 会有个content 底下有个content 有没有 content 一定会有个头 一个尾巴 你不能多一个 如果你多一个 就把它删掉 ok 那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 把它选好之后 按个送出 跳过来 ok 回上一页 那就ok 那另外 请各位就是说 把这一题 像刚刚有同学 之前有 像班长之前 有去考过 那个android的证照 然后 那段题目里面 有男女 那至于男女 自己再加一下 还有跳过来 BMI的结果 可能有什么 建议是他过胖 还是过轻 等等的那个建议 还有就是说 可能如果你要美工的话 我前面讲过了 你可以自己再加图 这个当然 也可以当成是 你的一个范本 或者是你将来 最后当个目标 自己在那个Play商店 先弄一个开发者账号 然后把这东西丢到Visual Studio 然后把它怎样 编译成一个APK 然后后面 其实书里面都有讲 就是你再把它 Compass APK 那个是没有签署 没有签署你的智慧财产权权 所以你再利用那个签署的功能 把它签署一下 你的名 这个是你做的 然后它的有效的智慧财产50年 然后把你的相关的资料填上去 就变成Sign了 就是签署过了 你再把它丢到你的Play商店 那将来打一个BMI 如果可以看到你的APP的话 那当然就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你可以把它当一个目标 其实说真的 以后人家最后要看的就是看结果 对不对 你说你很会做APP 那请你告诉我 你有几个APP就好了 很多东西 事实胜于雄辩 不要说我都会啊 但是在哪里 在我的脑袋里 谁会想 对不对 所以有的时候像很多 就是在业界常常会需要人 那其实人家要看什么 反正你就看作品就好了 你有哪些作品 其实即便你真的也没有相关的工作经验 反正你至少你就是做了一些事情 让人家看到 再怎么样 人家也愿意 好吧 你都这么认真 这么努力了 对不对 至少我有看到你有做过一些东西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因为之前我们班上有一个那个 一个同学 他本来也是 不是做软体设计的 但是因为他想要转 他本来是做电子 一些跟硬体有关系的那种 韧体设计的吧 结果他想要转 就是转换跑道 他之前也是上了我们Enjoy的课程 把Java学好 现在好像就跑到组科去了 他也转 转行 我觉得还蛮成功的 而且之前在那个LINE里面群组 他也分享了一些 就是他的一些心路里程 OK 所以其实不是不可能的 就是当然你要 像现在的职场上最重视的 其实当然口说无凭嘛 那当然你的相关的资历越完整 当然人家愿意给的 这个这个也都越多啦 这没有上限的嘛 没有人说 嫌弃你说 你这东西做太多了 也没有人嫌弃说 你学历太高了 会不会有人嫌弃 应该 有的时候有啦 可能就是说 如果你的学历已经到博士 博士的学历了 恐怕人家说 我们这庙很小 请不起你这个大佛 有可能 所以之前好像我记得 有一个蛮成功的人 忘记叫什么名字了 他去应征的时候 他就把自己的学历降低 先进到那个公司之后 对 当然这个部分我想各位试一下 把那个BMI这个范例 再稍微run一下 那这个范例跟刚刚登陆的范例 最大的不一样就是说 我们还有把最后的结果给带出来 带到另外一个page里面 那在以往 其实在那个Android Studio 就用Java撰写的方法 会需要用到一个bundle的一个类别 但是在那个我们的这个query里面 其实完全是不需要的 这一点让我觉得说 哇这种写作的方式 其实是非常的简单 而且比较起来的话 学习的那个时间门槛 其实降低许多啦 那这部分的话 提供给各位参考 哦 谢谢大家